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启船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是开高 不过曾经一度翻黑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涨幅收链只有小涨了 23.89点收盘指数16644点 涨幅0.14% 成交金额2540亿元 而OTC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了1.40点 收盘指数是194.66点 跌幅0.71% 成交金额是623亿元 好每个礼拜三呢 在我们现场的是 证券分析收尾界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伟杰台北股市 其实昨天的反弹力道 其实就已经很弱了 尤其是你看到OTC 那么今天早上的 美股继续的大跌 尤其是背半 跌幅高达四个百分点之上 那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当然势必要搓了一旦 怎么来看待 好凤云导 大家早好 那凤云姐生日快乐 好我想其实在这个 谢谢 那在这个昨天的这个台北股市 反弹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 我还是认为说 成交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个是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 一直跟大家强调 台北股市 不管要上涨 还是要下跌 其实成交量都一定要放大 那这个筹码才会流动 筹码不流动的结果呢 那就是会沿着原先的方向去继续修正 那当然昨天就很明显的 跟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提醒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极短线 我们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说四个交易日之内 你只要能够守稳在 16764以上 基本上有机会转回多方控盘 但很可惜 它就是没多久就跌破了 那所以呢跌破了16764之后呢 这一支黄金右脚就要重新再来过 那所以其实呢 在现在目前看起来 成交量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反弹的领先的讯号 那这个讯号呢 看起来应该是要下沙取量了 那下沙取量就是要取到4500亿了 那所以其实呢 大家在还没看到 这个成交量出来之前 基本上呢 可能要稍微保守去做应对 那当然我想其实 大家在每一天开盘的时候 提供大家一个小小的pegball 去观察一下 在当天成交量有没有机会 达到4000亿以上 其实我们过去按照台北股市的一个成交的经验 按照这一个波段 这两三年台北股市的大多头经验 人家看到下沙 它前15分钟就可以预估 前15分钟下沙出来的成交 它预估的成交金额 预估全天成交量是非常夸张 比如说今天一开盘 5分钟量一下去之后呢 你看到 为什么我的看盘软体预估量是超过5000亿 6000亿的时候 基本上今天就有机会达到 4000亿以上的一个成交量 那当然 其实在这个全15分钟 它的变数都非常多 所以其实大概 我会习惯等到15分钟交易完了之后 再利用 那个时候的成交量预估 大概打个八折 去做全天的成交量预估 那你就大概可以心里有个底说 15分钟过后我就知道 今天台北股市止跌指纹 或是筹码换手有没有机会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撇步 提供的大家在盘中 看盘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下 这个观察 不过下沙取量的那一天 其实可能一开盘还不见得是低点 对 它常常会是收在相对低点 对 那只是说一开盘 基本上一天 整个股市开盘的过程 就是开盘跟收盘成交量会最大 所以大概开盘就决定了 大概全天在60%到70% 左右的成交量的一个 预估的一个水平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 长期观察的一个小撇步 那当然以现在目前台北股市来讲 这个空方惯性并没有改变 当然就配合 我们刚刚特别跟大家讲 就是跌出量 但是涨没有量 这两天下跌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 台北股市在上个礼拜跌的时候 好像跌出了一些成交量 跌了大概有超过3000亿 所以市场上觉得 371这成交量好像够 但事实上并不符合我们的期待 所以它就跌出量 但是昨天反弹之后 你看量又不见 那又缩到月均量以下的一个水平 所以它目前还是空方惯性 没有改变的 那另外呢 就是在昨天跌破16764之后呢 基本上对于整个台北股市的 这个大景线呢 就有一个防守的危机 那当然我们 基本上按照昨天来讲 跌破16764 对我来说它已经大景线已经跌破 但是为了我们要保险起见 我们就把它的空间拉大一点点 跌破16162来做确认 跌破16162来做确认 那等下确认完了之后 你再去算这个跌幅满足 那当然这跌幅满足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修正过程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管任何的反弹可能在还没有符合我们之前的预估的这个成交量放大之前 基本上可能都要先站在这个调节的一方去做观察 那以现在目前的技术面来看 台北股市是昨天跌完了之后 月线季线跟年线都已经呈现下弯的格局 所以呢它就是确定进入到长空 所以其实跌完跌到年线以下 它都一直都在年线以下做震荡 然后呢到了最近年线开始下弯 那所以对于台北股市过去这一年的投资人的交易来说 基本上都是呈现套牢的一个状况 好那外资的动态昨天是卖了148亿 我想其实在卖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能也有一点点就是习惯了外资持续卖超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当你看到外资它的买超超过百亿连续三天以上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波段的一个转折的讯号 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做参考 另外呢就外资从4月份到昨天为止已经卖了台北股市有2290亿 相当于这个美元就是78亿美元的一个规模 那如果过去这两年的这个卖超规模 那就更不用讲刚好就是跟马斯克这个买了推特的金额差不多 就是超过400亿美元的规模 觉得超过啊因为应该超过1兆5000亿 对所以其实非常 1兆5000亿新台币 对所以其实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台北股市 在外资测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积极 尤其这两年 好那所以其实从整个结构面来说 昨天其实呢让台北股市呢开高走低的 比较明显的关键就是在结构的变化 一开盘电子股的反弹它的成交占比也不过来到50% 15分钟过去之后它就降低到45%左右 那所以其实在电子股开高走低的过程当中 那当然对于成交量没有贡献 那当然对台北股市指数的推升动能也相对的比较有限 那当然大家会比较寄望于传统产业 那昨天传统产业的一个非经历的占比是来到42% 那其中呢运输类股是一开盘的时候是来到20% 那收完盘之后它只剩下15% 所以其实运输类股大部分在开盘的时候就可以 开高走低的一个现象 也撑不住台北股市的一个这个指数 那昨天一开盘如果说运输类股能够维持大概20%到25%的 资金成交占比大概台北股市就是维持在 这个八九十点甚至有百点左右的反弹机会 但是很可惜的它盘中就往下掉了 那尤其是一整天的行情里面 我们要观察是10点半过后 会不会第二次的增量 或者是有些结构的变化就在10点半过后 这个非常非常明显 那所以呢其实在这个结构上面也就是比较偏弱 那今天应该是电子金融跟传产都会有一些压力存在 那金融昨天呢是拼命的拉 手在机线以上拼命的拉超过了一个百分点以上的上涨 撑住台北股市在红盘以上 否则如果我们把金融股的那个撑盘力道拿掉 台北股市昨天就下跌了 所以非金融来算的话其实是跌的 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在台北股市的整个结构面当中 还是我们强调的重点 因为如果它的结构是错误的 或者是说它的整个结构并没有调整到位 其实它不会有成交量放大的情况 也就是说为什么过去我们会一直在这边提醒大家的时候 其实下沙取量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是因为下沙之后才会造成市场上的短线的一个恐慌的心态 才会把该丢的或是不该丢的筹码全部都丢出来 所有不稳定的筹码 藉由恐慌性的沙盘 没错 要把它全部洗干净 没错 那洗完了之后才会有机会去复制3月7号8号之后的那个 签点的反弹行情 不过这个短期来讲 从4月份的修正以来 我想其实从17770的这一个波段的短波段的这个修正 如果你要看到说台北股市有确定有一些 比较明确的一个反弹的位置的话呢 就是要攻回到4月21号的这个高点以上 就是4月21号的高点以上 那最好呢就是把这个 这个4月15号这个空方缺口呢进行封闭 4月21号的高点 对 那天的高点是17213 所以我们就用17200好了 对 它大概就在越线附近 所以它当然有可能会在跌升啊 然后下沙取量之后呢 对 会有一个反弹 对 那可是这个反弹先用17200来看待 对 我们是用昨天收完盘之后 的现行去做 去做预估啦 那当然今天收完盘之后 就会有一些重新的调整 那这个短波段 大家必定会去做的一些调整 跟这个看法的一个修正 这个是一定很正常的 那只是说 其实在短期当中 4月份的这个修正 我认为个人 我认为最近期最相关就在4月15号的空方缺口 这个空方缺口不封闭之前 其实台北股市都不要说是脱离险境 这个真的很恐怖的一个空方缺口 因为下沙完反弹上去 站都站不上 连封闭都没有 这个4月15号的空方缺口 其实以4月14号收盘价来看的话 就是17,240 对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 其实跟4月21号的高点 蛮接近的 对 但是我们说的是 那时候没有封闭成 对因为我们说封闭成功 是要收盘站上 盘中点到都不算 因为对于空方缺口 我们的要求比较严格 你要要求台北股市 要有完全的一个 强势反弹的一个形态的话 空方缺口完全封闭 才是真正的关键 那就我们用17,250好了 对不对 刚刚讲说 短期反弹的一个 如果有反弹 当然今天应该不会 今天应该是一个大沙盘 那么短期就算有反弹 先用17,200来看待 那但是要能够让这一只脚 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 这个站稳 其实要17,250 没错 这个是我们在技术面上面来看的话 提供给大家 那么所以刚刚提到了 就整体来说 现在短期你要能够止跌 你必须要有 其实是叫下沙取量 用大沙盘 然后让所有的恐慌性的卖盘 通通都出来 而居然有人接 这件事情最重要 就是有人接 那所以4,500亿的那个成交量的 是要看到说有大户要愿意来接 到目前为止 这个现象还没有出现 那现在短期之内 16,162呢 其实反而才是一个 可能要去观察 有没有办法 止吻的一个观察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进行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进行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证捐分析书伟杰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伟杰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大盘来说 第一个 可能要靠下沙取量 量的部分很重要 第二个外资的动态 当然还是很重要 所以新台币呢 就它的这个汇率呢 其实会影响外资的态度 或者说你说外资的态度 影响新台币 然后呢 接着就是 这里面有几个 这个结构上 就电子还是要够强 否则你会明显的看到 这两天 产产跟金融 就算想要强撑大盘 其实常常也是撑不住的 对,没错 好,如果说呢 今天 当然今天可能又是一片惨烈 对不对 对,没错 那么 接下来要怎么去观察 自己手中的持股 然后来决定应对进退 好,我想其实昨天晚上的 美元指数已经来到102了 那回想过去 我们从这个美元 跌到90块以下 就开始一直 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美元应该会回到 比较好的一个位置点 那已经来到102以上了 所以这一波的这个联准会的紧缩 基本上也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动作 因为它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紧缩 那昨天呢 这个参议院已经通过 这个布雷纳德正式的当选 成为是FED的这个副主席了 那因为过去布雷纳德在 这个角逐这个副手人选的时候 他所发表的一番言论 让市场上恐慌 就是这一波沙盘的开始 那当他当选之后 市场上当然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呢 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恐慌跟疑虑 这也蛮正常 所以可以想见 未来在五月份的这个 就下个礼拜的嘛 那五月份的利率决策会议当中呢 有没有机会 第一个升息两码 第二个就是加缩表 一个月缩掉951美元的规模 其实这个就会影响到市场非常非常的大 那当然反过来讲 昨天晚上在美股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债券市场在反弹 所以其实在股债之间的一个资金流动呢 其实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 股票市场退出的资金可能有 在短波段当中可以明显看到是转到 债券市场 因为毕竟现在目前时间期 供在殖利率2.7左右 那对于这个标普500的这个 指数企业的这个股息殖利率来说 大概只有1.4% 就这个殖利率的一个角度来说 债券都非常非常吸引人 甚至在过去下沙的过程当中价格也跌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去 所以资金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流动的变化 美国十年期供债殖利率已经是跌到了2.736 那其实就代表它的价格是上涨的 没错 在债券市场上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投资的机会 短期反弹的可能性就变大 而债券市场在反弹 那当然资金变少 那没有办法雨露均争 那我知道一定要卖一个资产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债券的上涨是来自于股票的资金的卖出所导致的结果 好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 这个国内的部分 结构上面来讲 那传统产业的部分我们重点都是放在航运类股 因为毕竟看起来过去这 今年以来这个航运类股 不管它的运价指数再怎么样子变化 所有的消息面都告诉你是利多 但是呢你会看到利多 基本上好像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刺激 那我们就先看最近比较热门的是在散装行 我们上次也帮大家做个追踪 那域民的部分是已经跌破了4月20号的大量低点 而且那它同时也跌破了前一个波段的高点 那就是假突破的一个现象发生 那一旦假突破发生了 我们不要说它会跌到哪里去 就至少它会有一段时间的修正或者是整理 那到底是空间还是时间 那就看筹码变化 如果它的筹码是退出的 因为过去在这个短期当中 有一些外资的筹码在进驻 所以这个筹码一旦松动那就是空间修正 要小心这我们之前有提醒过大家 那进入到航空双雄的部分 华航的部分 华航跟长龙航其实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 你会看到就是有一个叫做美国航空业 重新回到这个 这个营运的正常轨道的这种 比较大型的一个利多 但你会发现 华航跟长龙航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利多 其实是它没有上涨的一个状况的 那当然你回过头去看一下 美国的航空业 基本上都是已经跌到歪掉了 才开始出现跌盛的反弹 它没有华航跟长龙航那么凶狠 所以其实对于华航跟长龙航来讲 这就不是真正的利多 它只是说服投资人 然后你的资金来帮我撑一下大盘 那这个是航空双雄过去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定义 那华航的部分是看一下月线的支撑 那长龙航的部分是回撤前高的一个支撑 那如果当然这两个支撑点都跌破 当然对航空双雄来讲可能就会有蛮大的可能性 是进入到空间的修正 那但是你说它要跌到哪里 大概也不太容易跌的很多 它可能就是在大箱形当中震荡 现在是在箱顶 那可能就回到箱底 那会不会跌破箱底 那就再看一下筹码的变化 那另外在这个货柜双雄的部分 长龙的部分是在这个3月16号的大量低点 就是一直占不上 所以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3月16号大量低点以上就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 靠牢的反压区 只要来到这里就有人要解套 阳明的部分也是一样 3月16号大量低点一直占不上 而且阳明它的均线是出现了纠结 那在股价占不上往下修正的桶子 虽然它修正幅度不多 但是它的均线已经开始呈现同时下弯的现象 这个都是蛮快速会转入到比较偏空的一个 走势当中的一个现象 看来都不看对那另外在这个化工类股的部分 台肥上次有提醒了就是4月11号的大量低点站不上就转弱了风险 那现在目前要看的是它已经回长修正对不对 那就看一下4月25号的空方缺口 这个是台肥的部分因为它也是全脂股嘛 那另外就是东减4月12号的大量低点已经跌破了 而且它同时也灌破了月线 所以其实这两档比较重要的这个肥料个股都已经出现强势转弱 强者转弱的一个现象 因此呢在传统产业当中我们才会说 看起来好像快撑不住 因为航运类股会转弱 然后最强势的化学的相关的题材 重要的指标类股也转弱 所以手上强势的反而要小心 会不会有最后一波的下沙 因为会补跌 把强势股补跌 对对对 那钢铁的部分就看一下这个中钢 因为中钢它转弱的现象非常明显 它的股价已经回补掉了3月1号的这个利多缺口 这利多什么就是配息 配息的大利多消息 它已经全部被封闭 而且外资跟投信都还卖操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下 它的传统产业其实它叠起来还是蛮惊人 但是总体来说它就是 外资就是利用电子金融传产 互相支撑然后互相掩护出货 对这个是我们过去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那电子股的部分呢 我想其实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电子股可能半导体啊 晶片啊或者是MCU 甚至代工跟封测 其实都相对比较偏弱势 台积电比较重要 因为它已经跌破550块的箱形下源 这一旦跌破之后 其实你可以去计算一下台积电过去 这超过一年的头部形态的跌幅满足的修正 那这跌幅满足的修正呢 位置应该会是去回测 2020年7月27号的那个时候 说台积电接到Intel订单的这个多方的缺口 因为它在周线留下了一个多方缺口 那个位置是在 对大概是在这个四字头的位置 这个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危险的 所以可能在台积电再往下修正的同时 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可能台北股市的跌市没有那么快结束 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持股的风险 好的 所以把手上的持股做一番检视 其实这里面去考验每一个人的